接下來我們來介紹老師一個 剪貼布應該是大家常用的吧 有沒有老師用電腦不需要剪貼布 如果可以了請告訴我 我也很希望 手機也會用到剪貼布對不對 手機上當然也有好用的 可是電腦上我們先解決 首先你看 微軟的剪貼布老師覺得好不好用 不管我是拍照 比如說我把這個畫面拍下來 我如果把它複製一下 我現在剪貼布是不是這個圖片 如果我再來複製這段文字 Ctrl加7或按右鍵有沒有複製 這樣我剪貼布只記得什麼 文字對不對 剛剛的圖片是不是忘記了 但是這樣很麻煩耶 為什麼 偶爾老師我們會不會有需求 需要怎麼樣 剛剛那個字我剛剛忘記了 還要再重用一下 有沒有可能 有 那怎麼辦 大多數情景你就只好自認倒霉 比如說 這個按右鍵對不對 今天的新聞 這個不用 其實我現在很少 很少到雅霧來 複製圖片 複製文字 你看我好像複製很多對不對 請看這裡 右下角 您有沒有發現我剛剛的內容都還在 你覺得有沒有發現我剛剛從一開始開這台電腦到現在這個就還在 你看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 你可以怎麼樣 剪貼布不能用搜尋的嗎 當然可以啊 剪貼布久了 比較多了 內容是比較多 而且這個只在你家有 比如說我要找POINT TO FIT POI 有沒有發現 還會自動 不一樣顏色 這就找到了 齁 所以 這個剪貼布 有沒有比較厲害一點 而且 重新開機之後 還會再 這很重要啊 所以 您常用的 我就可以留下啦 好就可以留下 那 您來這邊 下載一下 從這個地方 這裡 有一個叫TITTO 有沒有 這個 您把它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一樣的 點開 回到這邊來 就按著它丟出來 它有中文 有中文語氣 所以你點開之後 裡面只有一個執行檔 有沒有32跟64 你要用哪一個都沒有關係 原則上 Windows 7以上 應該都是64比較多 那如果 你要用32 也沒有人怪你 都可以用 你點 執行了之後 右下角 就像我一樣 有這個 有這個 那麼 預設它會被 拖到裡面去嗎 您記得把它拿出來 這樣我們再用之後 會比較好用 那我們就等大家一下囉 請問老師 你什麼東西 會經過你剪貼布 圖片 文字 還有什麼 你看看會不會 應該就這三種而已吧 哈哈 還有超過這三種的嗎 沒了吧 就圖片文字 所以您先隨便摳一摳 從網頁上來的至少會有兩個 一個是文字 一個是圖片 對不對 剛剛老師都已經把這個程式執行完了 你有沒有發現其實原來剪貼布也可以做得很好 微軟比較偏心 你知道嗎 它只做Office比較好 因為Office有沒有多重剪貼布 其他的都沒有 其他都是 就我們一般的系統的而已 你看他就永遠只記得一個 從以前到現在都沒有改進 他就不想要你用別人了 你看他那偏心就 所以就有這些人來幫他弄 那你看喔 我們今天如果在這個文字這裡 好 我把這個地方 我往下 到這裡來 好 我今天 啊 對齁 剛剛那個 這個網址我要 嘟嘟 有沒有貼進來了 剛剛那一張圖片我要 嘟嘟 有沒有進來了 還是你覺得要回去找那一則新聞 這樣比較有Fu 哈哈 這樣就一定要這樣 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樣貼進來的時候呢 如果你 在這裡 悶了三個禮拜 我就嘟嘟兩下 請問這個字的格式會不會進來 會喔 比如說我如果透過這裡 我們剛剛是 這裡 假設我是這樣子 我這樣直接貼 複製 拿到剛剛那個文件裡面 Ctrl加V 請問格式會不會進來 會嘛 對不對 我們Office不是也是有一樣問題嗎 所以你必須要去選擇說 我要用純文字貼上 如果老師用的不是Office的軟體 你應該知道 我們要打開一種東西嗎 蛤 就是祭祀本嗎 以前不是都到那邊 船上過濾一下 對啊 對啊 把那個格式拿掉啊 哈哈 因為只有Office有那個功能嘛 那你來這邊的時候 沒那麼麻煩耶 我今天這個對不對 按右鍵 我把它變中文一下齁 你在上面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Option 就是我們不要講的選項 請問有看到語系的嗎 中文中文 裡面定 怎樣 按下 確定 有沒有變中文 有 那老師順便建議一下 您回去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 這個軟體 是不是應該一開機 就幫人開始收集檢驗簿 所以您回去在選項裡面 有一個地方 記得勾起來 不要等它要用的時候 再來打開不好齁 對不對 一開機的時候就幫我們收集了嘛 那這樣子就可以 請問要記得幾個比較好 目前預設100個 如果你覺得不過你要1000多個也可以 1024也可以 但是這樣比較累一點齁 所以有時候記性不要太好 好 那我剛剛講的齁 就是在這邊 如果你要貼上來的時候 不要那個格式 你按右鍵 有沒有叫special paste 比較特殊的 純文字貼上 在這邊 按右鍵 special paste 有進來有沒有只剩純文字 這樣你就不用過去穿攤過濾了啦 簡單吧 嘿就是這樣這樣 萬一這個內容有錯的 你可以按右鍵直接編輯它 編輯這個內容 也就是說我們常常會有一件一個問題 像剛剛這個情形 我這樣一摳 其實我原本只想要摳上面這一行 可是連下面是不是都摳到了 那你每次貼出來是不是都貼錯了 還要再修改一次 所以不用那麼麻煩 你可以在這裡 編輯一下它的這個剪貼內容 啊這個多的有沒有刪掉 然後存檔就是好了 這樣子我回到這裡來的時候 回到這邊來 我來這邊 你看我剪貼布有沒有變不一樣的 這樣是不是就只有這一個 每次貼出來都是正確的啊 而且呢 如果您的這一段 這個圖片 以後會常常用到 怎麼辦 你可以告訴他 啊可不可以 幫我移到最上面 有沒有跳到上面來了 好那一般的話 我們這張圖片 他就跳到最上面 你要找是比較好找 另外我們剛剛講的 他在這個地方 預設是幫我們記住100個 超過100個之後 是不是舊的就會清掉 那如果你希望 比如說這個字我常常在用 不要清掉的話 你可以按右鍵 我用另外一個給你看喔 按右鍵 有沒有叫永不自動刪除 有沒有發現 會有一個信號 表示這個我常用 可是這一種的 它會怎麼樣 還是會 就是如果你有摳新的 它還是往下掉喔 還是往下掉 所以如果您希望 它頂在最上面 不要掉下來 就是我剛剛講的 有一個置頂的功能 有沒有 黏貼在最前面 這樣子 你即使摳新的 它也不會掉下來 就可以隨時需要 就可以拿出來 當然它還有很多功能啊 可是 你會發現光這樣子 是不是就可以讓我們 檢驗部 變得比較好用了 那當然搜尋 就更方便 所以這個小軟體 給大家參考一下